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就很久没有闪耀了 其实有很多字 这大部分都是找位置 找位置 我告诉你其实没什么 我们是怎么练的 我们其实就是把 我们要唱的那个字的原因 拿出来 然后这个是练爆发力的 然后找到我们要练的那个字 然后单独练爆发力 先把那一锤子先出去 然后锤出去以后 然后看我们能锤多长时间 然后这次就练时长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然后这个练完了以后 然后在这上面做坚强和坚弱 在这个高位置上 有强迷的高位置上 画这个坚强坚弱的线条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先练这个横坚弱的 就能顶上去 对 就要先找到那一下子 就是要速度 咬住它 然后不放 先时间短 没关系 先一排 然后加强时间 会不会就是练了几遍 然后感觉自己没力气了 会 我觉得很累累高音 会 所以你要在音乐剧演员 基本上私底下都是运动员级别的 有优雅 然后有舞蹈 因为我们要跳舞 所以说我们会有两个小时的舞蹈 芭蕾的一个多小时 现在我的一个多小时 三两个小时 然后接着就是男生就要去做那个 气节的运动 就是肌肉方法 因为舞台剧演员一定要有肌肉训练 对你的肌肉掌控能不能要很强 那咪咪现在在家里有运动吗 我就是那种就是跑步 然后起坐